OK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集的这个节目 然后那这一集呢是 标题可能我在之后才会打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一集的主题会讲什么 但是呢 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内容给大家 主题还是我们会讲一些奇迹模式 还有一些跟教练相关的一些内容 比方说教练助人的技术啊 等等之类的 但今天比较特别的是呢就 嗯不是我自己讲单口相声 我今天邀请到一个 我自己也觉得非常崇拜的一位教练 原在我们日本东京的这个Natasha教练 我们在之前合作那个生命教练培训的时候呢 他是我们四大生命里面的观世音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到观世音大师 来跟大家开示到底奇迹模式是什么 我就是邀请他来分享 我觉得这个嗯 呃这个故事要稍微讲一下 第一次跟Natasha对话的时候在奇迹模式里面嘛 然后那时候也给我一个很特很特殊的感觉 因为我其实很少被有那种比较有灵在品质的人coach过嘛 对因为不是每个教练都是那种疗愈器的教练 或者不是每个教练都会让我感觉到一个有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空间 然后但是那次在课程里面跟他对话的时候 我突然可以体会到 为什么我的有些客户 或是我某些朋友 他们会告诉我 昨天我才有一个朋友来把爱岛找我 其实也才见第二次面 也不是很 没有很熟 但是他就说 为什么我来你这边就很想跟你说话 然后我就 就摇着尾巴 没说什么 没有啦 我当然不是这个反应 我就说我很多客户跟朋友也都这样讲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跟拿下对话说 让我有一种这样类似的感觉 我就觉得这个教练是厉害的 这个教练 这个厉害的呢 很难用言语去形容 就跟奇迹模式一样 所以他本人就是一个奇迹模式的一个 一个代言人 随便就把一个把来宾捧上成为奇迹模式的代言人 而且呢 我记得最近我们的伙伴 帮我剪了一个那一期有奇迹模式的短影片 然后呢 这个我们今天的来宾拿下教练 他还真的说他的事业一开始就是奇迹模式开始发展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拿下来跟我们聊一聊 聊什么呢 聊多利与奇迹模式的关系 什么是多利 我们那天在 在LINE里面有聊到 他说他看了一部电影 就是海底总动员2嘛 还是多利 多利去哪儿那个 我记得那个角色就是可能五秒钟 他就忘记他上一句话讲了什么的 的那个角色嘛 然后那天他在LINE里面就跟我讲说 诶老师多利这部电影完全就在讲奇迹模式 我说哦 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们可以来录一集 Podcast来聊聊多利与奇迹模式 好但是 我们今天也是用奇迹模式的方式来 来聊 所以 我也在想 我们要先聊多利吗 哇老师你刚刚那个开场好 好多元素哦 有那个 有观音跟 你讲什么崇拜 的元素 然后到最后又讲到多利 就 哇 这是我听到最多元的一个开场 是这样吗 对 我们现在都是走那种 即兴发挥的路线嘛 所以 难免会有很多的 玩泥巴出来的一些惊喜这样子 对 我也是很身体力型的 你知道所有人跟我开始 所有上过奇迹模式的人啊 然后会来跟我录音 或是来跟我录Podcast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个困扰跟一个 一个 一个收获 一个转变 那个困扰就是 他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讲 奇迹模式 嗯 对没有人知道 然后到 然后就算是很认真准备的 就是原本是很习惯 很认真准备 Podcast的访纲 内容的人 后来都说他放弃 对他真的 不知道要怎么准备 那个访纲 但是他们反而有一个 一个礼物 一个收获 就是 他们发现 哦 好像我们在做 我们学教练一样 很重要的那个灵在嘛 就是 就是我们只要出现在当下 然后可能讲悬一点 就是进入到 与那个创造源头 连接的那个状态 然后在没有准备的 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但是大家却可以 很自在的 很轻松的 录出一些东西 然后讲出一些对大家有帮助的内容 然后其实在那个过程 连自己都会觉得 哦 你是哪里来的体股灌顶 这样子 然后大家的眼界就被 就被打开 就会有一种 哦 那我以前那么辛苦 准备一大堆 然后 跟 跟那些来宾录完 又 又很累 我以前到底在干嘛 那现在跟心智老师就 就是好像很轻松的录一集 可能 像我们前面的办法 分享会 大家的感想都一样 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像只聊了十分钟 可是大概已经过九十分钟 嗯 对 我听过爱因斯坦说一句话了 就是说 对于时间的那个概念 就是如果你坐在那个 呃 美女旁边 五分钟 呃 一小时就像五分钟一样 那你 你把你手放在那个火上面烤 就是 十分钟大概像一年之间 大概这个感觉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我蛮帅的 所以 对 怎么会拉到水 对 要套爱自己 不是要讲你哦 完全不是要讲你 你比较符合这个例子 但是我硬要拉到我身上 哈哈哈哈 好啦所以我们先请 它下来分享一下那个 哈哈 其实我想要讲的是 我们还没有按下录音键之前的对话 哎 哎好啊好啊 那个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而且是要吐老师的槽 我是要抱他聊 所以大家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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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习惯了 不如唱就是你 你在吐别人槽 今天那个 也是要让你提一下 是吗 是吗 已经越来越多人在吐我槽了 哈哈 对啊 所以刚刚我们这样 按一下录音键之前 是在讲什么 是在讲你的新一期的 那个起进模式课 对 新一期 你问我说 操场发挥吗 对 然后 然后老师就是开始讲说 哦新一期他 他觉得 呃看一下之前自己的 教学准备的笔记啊 然后发现有几天特别 干 你刚说这个形容词吗 特别dry 特别干 没什么内容 对 我觉得很很干 没有内容 对 老师自己讲说 有几天很干 记住自己课程里面 没有内容 对 然后老师在那边讲说 想说 有一些就是新的元素 操场发挥啊 可能可以 加进去那些比较干的 那几天 然后我就问老师说 哪几天干啊 因为我自己上完 对 我很好奇 我觉得每天都还蛮 湿的啊 老师 每天都蛮湿的 对 老师 每天都蛮湿润的 哪一天比较干 然后老师就说 我可以直接讲 这个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说第五天 然后 第一周第五天 第一周第五天 对对对 然后我就回去翻 我的奇迹模式的课的笔记 然后翻到第五天的内容 对 然后 我就惊讶 因为我发现 整个奇迹模式 总共是 是十五天吗 十五天左右 十几天 对 前三周就十五天吗 对 十五天 这么多个小时的内容 里面当中 我觉得 最有道理的一句话 我今天为了准备 十四天都没有道理 对 都很有道理 也不是层次的不同 好好好 光谱的部分 对 最有道理 那一句话就出现在 老师觉得很干的那一天 就是他发现自己笔记 是空的的那一天 然后我看到的时候 我很惊讶 说老师你知道吗 我就惊讶跟他说 因为我今天早上 才因为为了准备这个podcast 回放我自己的笔记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那一句话 他就出现在 老师觉得 嗯没什么内容 很干的 第一周第五天 没有笔记 没有练习这样 对 就觉得有点神奇 然后我觉得也 大家可能会想要听一下 那到底是哪一句话 对对对 到底是哪一句话 到底是哪一句话 所以你是不打算跟大家讲 然后就是卖关子这样 这也是最后再讲 对对 我不会那么急车 然后记得听到最后 最后 最后我们会讲那句话是什么 我没有那么急车 先跟大家讲 好好 先跟大家讲 那句话 我就对我来说 是我很打中我的 然后分享给大家听听看 有没有有所触动 那句话是 每一个如何 都把我们带离当下 每一个 我要怎么做啊 那我要怎么弄 我要如何怎么样 每一个如何 带有如何的念头 都把我们带离那个当下 我觉得这句话 其实是很打到我 很触动到我 因为我就是一个 在念头当中 可能至少一半以上吧 都有包含 豪吐 如何 对 对 嗯 而我觉得这句话 它很点醒我 再次看到又有一种 清醒过来那种感觉 对 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 我怕我忘记 所以来讲一下 这有一点题外话 可是其实跟 我们现在谈主题 也有一点点 我觉得有一种 类比的感觉嘛 对 就是我们 像我们以前学 学沟通 学教练 学神经典成学 就很多那种 在讲沟通的书 其实都有讲说 沟通 其实一个人跟人之间的沟通 他占的比例 其实百分之 我忘记那个 实际上数据是多少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大家听听就好 因为我数字 我就是 有时候讲数字 我就会睡着 所以尽量快速的带过 没有啦 开玩笑 就是 我们的肢体语言 表达出的那些讯号 他可能占了 百分之 五十吗 或六十几的 的沟通的 那个重要性 然后 可是我们 分享的 我们的语气 声调 他占了 沟通的百分之 可能 也是三四十之类的 那实际上 我们讲的文 语言 文字 文案 之类的 他其实只占了 沟通里面表达 别人能够接收到 真正含义的 百分之三 而已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听过 类似的这个 他们的研究吗 嗯 对对对 那可是这个东西 很有趣的事情是 当我们在 学习 呃 教练 或者是当我们在学习 行销 沟通 内容文案的时候 或者是以前 我们学演讲的时候 学销售的时候 你会发现 百分之八十 都在学语言 嗯 对 百分之八十都在学文字 我们心里都在想 如何写那个文字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是反而没有学到 那个 其实占百分之九十七的 那 那个 额外的 额外的东西 我觉得在 跟奇迹模式有 类比的事情就是 我们在世界上 好像也都在学那些 啊如何做 那个社群的 那个 IG贴文啊 我要先恭喜 然后就还又多了几篇 人的贴文哦 他的贴文 他的佛系经营的 IG也是一个 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去follow一下 可能一年可以会有 三篇文章 都精选 我们所有人都会分享 终于这个人用 公司运运记报的概念 对 一记会出一个记报 这样子 就是我们都会想学那些 技巧啊 或是什么的 可是就很像 拿他讲你自己的事 也是一样的 对 你可能会以前 前阵子啦 我现在可能 可能没有 以前你会想到 IG你很想要去 就是给他丰富一点啊 然后像一般人 在经营IG一样啊 然后就会很多人follow啊 然后有很多 很棒的内容 可以分享给大家 之类的 然后有时候 我们会不小心连接 就是一个成功的事业 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有这样的一个 IG账号之类的 可是实际上 你的事业就是没有 不需要有这些东西 你的客户已经 已经接不完 对对对 但是我们就会一直在想 那个 我们就会把 白日巴士的经历 放在 可能就是如何上面 嗯 可能就是 不相关东西上面 突然把话题 带到这里了 你觉得 我觉得很相关 其实我觉得很相关 你刚刚在讲 那个 呃演讲跟表达比例的时候 我在心里猜想说 哎这个到底是要去哪里 然后好 我get到了 然后我觉得 你说我要带到哪里 是不是 对对对 我心里想说 这是要去哪里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非常相关 因为我们的确常常 把80%以上的精力 放在那个 如何 要做些什么 行为上 doing 对 的那个层次 对 但殊不知 其实那个真正重要的 是 每个 行为 底下的源头 老师会讲到这个东西 每个行为底下的源头 你在做每个行为的时候的 那个内在状态 嗯 那一个 呃 如果有些人对being doing 有一些研究 就是那个being的 那个 那个存在状态 底下内在状态 那一个部分 其实常常 其实常常才是 更 更关键的 比那些 如何做啊 做什么 对 来的重要许多 我觉得这是我刚刚第一个想到的 然后我第二个想到 其实是 呃 我自己在上上次的 那个奇迹课程的时候的 一个重要的看见 其实就是老师刚刚那个举例 嗯 就我看见了我自己 有那个 啊 我得做些什么才行 对 的那个行为倾向冲动 就像你刚刚讲 明明就好好的 明明就 明明就 真的是好好的 嗯 有有客户 很棒的客户 非常有连接感的客户 持续的有客户 IG有po没po 好像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是炫耀吗 我觉得是为我自己的那个 IG 还是那个样子的一个开拓跟结果 OK 但总是就是明明明明明就好好的 但总是会有那一个 啊 我得我得来做些什么才行 哎 是不是是不是应该来做些什么啊 嗯 的这个行为冲动 而因为他好细微 而且好习惯哦 对我来说好习惯 所以 他已经 细微到习惯到让我 其实蛮难察觉出来的 一直以来 不管是教练也好 或者之前不是在当教练的时候也好 或是 在生活中其他的角色 当母亲的时候 当太太的时候 女儿的时候 常常都会有这样 我得做些什么才行的 那个冲动 但太细微了 所以 根本没有被我自己觉察到 而这个 我得做些什么才行 他其实会让我一直在一个 微焦虑的一个状态 所以是另外一个光谱 焦虑的部分 有微焦虑 大概是几分 微糖小糖那个 我微焦虑小糖 对 三分糖 三分糖焦虑 三分焦糖 好 老师我发现跟你聊天的人 记性要很好 因为 被带开 如果忘记了 被带走 回不来 会忘记 我刚才想出来 对 前几天我们跟 我跟佩佩录 录一集 在下面录一集 Podcast这样 呃 大概就是我们聊到后来 我们两个都说 诶 我们怎么聊这 哈哈哈 对对对 还好 还有我们 就是 相信 相信 生命智慧的一样 对 三分焦虑 三分焦虑 对 三分糖 对就是 总是会有 这个微焦虑 所以他其实也不是 很强烈 他是微微 隐隐的在那边 对 但我记得我当时 就是在前几 堂课就突然有 这个很深刻的 看见哦 诶 对我总是有 这个啊 我得要做些什么 才行 诶 那句话听起来 真的是这个样子 诶 我得做些什么 才行 的这一个念头 常常出现 嗯 然后这对我来说 真的是一个 很 还蛮巨大的 一个看见 他让我 发现 其实 我的那些 那些 做不完的事啊 或者是 还一直在想说 诶 那我下个月 要做些什么 三个月之后 要做些什么 这些的那个来源 那个源头 其实 是 出于一个不安 嗯 跟害怕 的想控制 就我现在 对啊 我现在继续好好的 但是那个 隐隐的害怕 是在三个月之后 要是没有客户 怎么办 然后因为 这个隐隐的 那个 不安的感觉 实在是 不舒服 所以他驱动着 我开始要 有所作为 好让我来 处理这个 不安的感受 嗯 但是 当真的进去 开始想啊 规划了之后 他其实只会 像磁铁一样 吸来更多的 担心啊 紧绷啊 焦虑啊 等等 嗯 好像我们说的 你做一件事情的 的 燃料 对 对 对 就是你是出于 这个三分堂的 那个三分焦虑的部分 去 去做事情 还是是出于 另外一个 就是 想要 我喜欢 我比较喜欢那种 就是你 你出于 想要展现 你内在的丰盛 你想要 表达 那个 那个方式 其实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行为 都是一种 表达嘛 对 你想要 因为我们想到 三个月后的 可能 诶 客户会不会 不在 所以 他是一种 嗯 他是一个 萝卜鞭子型的 那种 燃料 然后有点焦虑 的操作 所以我们就 表达出了这些 计划 行动 代办清单 然后 贴文计划 但是他是出于 出于这样子 一个氛围的创造 这样 嗯 可是 当然我觉得 说真的 聊下去 我想你以后 有相同感觉 就是 好像我们之前 聊过那个 万无一世一样 其实我想到 是很多 很多歌曲啊 可能 那个以前的 什么李白 或唐朝诗人 他们在 在讲 国破家王的时候 那也是一些 杰出的 杰出的作品吧 对不对 也是出于一些 可能悲伤难过 或是一些歌曲之类的 也其实没有 没有 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 只是大家太习惯 就是 又没有 国破家王 对 可是却要 出于那样的一个 一个状态 然后去 表达在他事业上 去创造一些东西 嗯 可是另外一种是 可能好像 出于他是 很圆满的 很 很开心的 然后 很丰盛的 然后 因为出于这个动力 然后 在想 诶 我要怎么表达这个东西 好 那我来录一个podcast 来跟大家 分享这个快乐 然后我说 哦 那我来 就是 做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流程 还是 什么计划 来尝试看看 然后 来探索 来游玩一下 我觉得那出来的东西 是会很不一样的 而且 它就会放大嘛 就是我们专注 你刚刚讲的 有点像我说 我们专注在哪个 你说 我们用这样的东西去 用这样的状态去做事情 它就吸引 更多类似的东西过来 听起来有点像吸引力法则 对 然后或者我们说 你专注在一个地方 会放大 我们专注在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 确实好像也会放大 那种感觉 是这样吗 嗯 对 我觉得的确是 就是 那个底下的源头啊 去觉察 那个底下的源头啊 我觉得是 真的是 奇迹模式 刻给我的一个 还蛮巨大的收获 嗯 因为任何改变 一定不一定是 来自先觉察 然后我觉得 其实奇迹模式 就是真的帮我 很清醒的 觉察到一些 我已经好 习以为常的 不安跟焦虑 所演发出来的 关系模式 像刚刚讲的 那一个 那个对未来的不安啊 那个 那个 不安的感觉 它其实一直都在 嗯 嗯 出来 空间感出来之后 才可以有所谓的 嗯 不同的可能性 不管是 好玩的可能性 放松的可能性 对自己仁慈的可能性 才有可能 发生 所以我觉得 奇迹模式 这堂课 嗯 对我来说 它的重点 其实真的不是 做多做少 它对我来说的重点 是 那种清醒的感觉 一个清醒的 存在方式 那种感觉 感觉好清醒 很像清醒梦 确实 它是一样的概念 你知道我很喜欢 之前 我前阵子来 又做了一个清醒梦 那我有一个课 也是在教大家 怎么做清醒梦 这件事情 然后 那我那堂课 我的名称 定义的 我其实 那个名称 我有特别设计过 那堂课叫做 活出清醒据点梦 嗯 对对 活出 所以重点是 对 我们在教你 怎么样透过梦境 就是 怎么样透过清醒梦 疗运自己 有更多的觉察 然后 但实际上 它背后的用意是 要让大家 要让大家可以活出个 活出个清醒的 的生命 但是我觉得 我那时候定 那课程的用意 因为 那课程很有趣 有很多心理成长 也在讲这个 就是 如果 你在 梦里面 你知道你自己在做梦 它其实 意味的是什么 它意味着是 你能够 看见 你的梦境 是一场 梦 就是你可以 有人 上次听到别人讲说 你认出迷惑 你认出你的习惯 然后 所以在梦里面 你知道你在做梦 这件事情 它本身 就像我们 觉察到我们的限制一样 就像我们觉察到我们 没有觉察到 那些事情一样 你会跟它有一段距离 对 那 当你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 你 醒来在 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 清醒梦 有一个技巧 就是你在 你在那个 白天的时候 你就没事就问自己说 我是不是在做梦 然后看一下你的手 然后去辨认一下 因为在梦里面看手 那个时候会变乱七八糟 很有趣 然后或者会 会伸长缩短 然后形状很奇妙 你就会觉得 我到底在哪里 你就会发现你在做梦 就这样 有些人会直接下行 比较 没那么稳定心 我的手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下行 有些人会太兴奋 然后可是 我们在平常生活之中 可能会问一句 为了要做清醒梦 我会问自己说 我现在在做梦吗 其实它有一个 除了做清醒梦 还有一个更生理用意 就是 我会把它这样来运用 我问自己说 我是不是在做梦 的用意是 我是不是陷入 我的所有的思想 跟情绪的纠结里面 嗯 对 然后我认出来的时候 那一刻我的现实是 我们的现实生活是 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 我们跟我们的那些 可能一些不安 很难绝合到的东西 有了一段距离 然后有一段距离 那段距离 会让我们 生活会有很多不同的行为 跟创造力 嗯 然后 再更进一步就是 我在梦里面 如果我知道我在做梦的时候 我就会知道 啊 这些东西 开始好玩起来了 我想要干嘛 我就干嘛 我要飞 我就飞 我要打一巴掌 打一巴掌 然后 可是我要说的是 当你在梦里面 我注意到自己在做梦的时候 我觉得会有一种能量感 然后这个世界会变得更清晰 我可以告诉我自己说 我可以把我的梦境变得更 更 更饱满的颜色 然后更清楚 我看得更清楚 然后就会变得 比现实生活 我还要更 还要更 亮 更有趣的那个画面 嗯 然后这个经验 带回来到现实生活之中 就是我问我自己 就是当我们处在一个 觉察状态的时候 我们才是真正在 体验 当下这一刻的生命 我觉得是 那个品质会 那个品质会很不一样 会很高 对 就像可能前阵 有一个同学说 他上完奇迹模式之后 然后跟他家人 在大自然里面 就突然什么烦恼都没有 什么焦虑都没有 然后很开心 在那边享受大自然 然后聪明鸟叫 那个感觉很 嗯 有点像我想到一部戏 叫做那个 灵魂急转弯 第一集的那个 就是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灵魂 他在人世间 然后就看到一片叶子 就很开心了 然后 然后吃一片披萨 然后就觉得很神奇 然后看到有人 可以被帮助 就是 那种生命中 很 无聊的小事 其实 有很多的东西 可以去体验的 那个感觉 嗯 对 你看我怎么讲到这里 我们处理什么 我现在做少得多 因为其实我很想录一集 在讲清醒梦 然后现在我突然就把他讲完了 我不用再多录一集 对 现在这集就聊了 我们都好像在讲清醒 但我觉得我完全同意 也就是觉知啊 看见 然后拉开了那个空间 之后 啊 连那些品味细微的美好 都变成可能 因为我拉开那个剧的时候 每天就是 纠缠在自己的那些 我自己的那些 啊 我得做什么才行 啪啪啪那边 那边规划 呃 执行 等等等等的 那是没有 没有空间的 完全没有 没有空间 但那个觉知跟看见 也就是我觉得 这个课程最厉害的地方 觉知跟看见 拉开那个剧之后 好多不同的可能性出现了 可能纠缠 跟我大概该做什么 那个还是会存在 但他 他体积变小了 他没有那么 他没有 在C位了 对 他的那个 他没有在C位 他可能就到旁边一点点 然后那些 多出来空间感 开始变 好像可以 品味一下这个当下 啊 看到那个叶子的美好 啊 看到秋天好像真的要来了 或者是 嗯 除了那个 紧绷 微焦虑的方式 好像记得有一个老师 曾说过玩泥巴的模式 诶 那会是长什么样子 我觉得另外一个 其实 这个课给我 受益良多的地方 就是老师可以用一些 很 很 简短 非常清楚 到位的词 来解释一些 我感觉得到 但却很难描述的概念 比如说你说 万无一失 你现在只要讲万无一失 上过课的人说 啊对对是那个 就 这些词帮助我在 这些东西在我内在生气的时候 可以马上辨认出它 啊万无一失模式 哦OK 对对 我刚刚好像又纠缠在那个里面 不同的可能性 诶 玩泥巴 没上过课的人想说 你在讲什么东西啊 他上课了之后 就啊 诶 玩泥巴 哦对 它是一种 它是一种可能性 是一种选择 嗯 对 所以我觉得 这套课带我 带给我的 真的很大的收获 就真的是看见跟觉知 而那里面有一部分就是 老师用了一些 很清楚简短 但却很抓到重点的词 一些标签 嗯 帮助我在那边 我自己说自己是标签大词 对 你真的是 对啊 马上升起觉察 然后 辨明它 其实这个看见的过程 越来越短越来越短 但那个心中有一些愉意 去品尝当下的美好 或者去尝试别的模式 玩泥巴也好 别的模式也好 空间出现了 就整个人生命状态 生命品质 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觉得 我想要再回来 再重新说一次 我觉得这堂课 真的并不是在做小或做多 我会一直想讲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觉得 我一开始有这个冲突 因为大家都在讲 做小得多 还是说硬成T恤 对 对 我就在想 可是做小这两个字 对我来说是冲突的 因为我这个人一辈子到目前为止 都是一个会 非常准备充分 而且我也喜欢那个样子 嗯 当然有喜欢的时候 又有不喜欢的时候 但我想要 表达就是 这个做小得多 其实对我来说是有点小冲突 我不知道每个人跟我一样 还是我是怪他而已 但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多少有啦 对 但我真的觉得 这个奇迹模式 它并不是一个做多做少 还是要做什么 而已 做小得多 它可能是一个 可能出现的结果之一 对 可能出现的结果 之一 对 嗯 可能出现 但那不代表说做少 才会得多 或者是自己做多 就是错的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它那个更 更重要的意义 奇迹模式在讲的 就是一个 嗯 决之每个当下 这种生命状态 跟生命品质 但如果这样讲的话 就没人想来上课嘛 听起来超无聊的 所以 很安心我们就讲实话 讲实话 我们实话有些很夸张 我常常这样说 对 有时候我们都讲实话 虽然听起来很夸张 这样 因为 因为 我刚刚想到 最近有一些 有一些同学 客户 朋友 他们在 私底下 他们可能就进入 你刚刚说 那个玩尼巴模式嘛 对 然后他们比较是 之前会受困于说 我自己一定要很有 很有自律 然后 我一定要按照什么样的方式 去做这件事情 什么的 然后 就他们从来不觉得 自己是自律的人 然后从来不觉得 自己是那种 呃 那叫自律吧 还有另外一个词 我忘记了 然后很知道 自己要什么 或坚持 就是 很多成功的守则嘛 我们都知道 就是现在 网络上面 有一大堆什么 IG贴文 或是什么 就是 哦 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对 我现在都很 我现在都 都没有在看 我只看我自己冲浪 哈哈 对 我都投给我 自己看我自己冲浪 但我要说的是 他们后来进入 那个玩尼巴模式的时候 然后可能就是会 很腰腰欲试 然后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去录一些podcast 然后 去写一些文章 一些内容 然后他们周遭的人 就突然跟他们说 诶 我觉得你 好厉害哦 你怎么那么有生产力 就是 是不是很有自律的 去做这些事情 这样子 对 然后那些人的 那那些客户的想法 应该跟我一样嘛 就是 哦 八竿子打不着 我跟自律有什么关联 哈哈 的那种 的那个情况就会 就会出现 我想到 就是 那个算是一种 做少得多的 的一个 因为我刚刚讲 做少得多嘛 对 那个是我 遇见的就是 我自己也遇过的 一个一个现象 所以我常会跟人家说 诶 其实自律 你 就是自律有时候 这些 这两 这个两个是 对某些人来说啦 听起来是有压力 当然这不是绝对 因为可能 对某些人来说 听起来是兴奋的 我觉得一定会有 对不对 可能拿他讲 听起来就会 我自律 讲到自律就好兴奋 我每天可以做一件事情 可能因为很兴奋嘛 每个人 每个人不一样 对对对 但是对 对那一种人来说 他们对这个知识有压力 可是我会解释成 就是根本没有什么 什么自不自律 可能就是 有一个人他 处在一个玩泥巴的状态 他就是会很自然而然的 就是 他觉得他只花了一点点时间 但是完成了 别人觉得 好像花很多时间 完成了一些事情 这就带到我们一开始讲 那个爱因斯坦的部分 这样 嗯 所以 这堂课我大概就是让 就是 大家在每天做事的时候 都有 帅哥美女 跟他们同在的那个感觉 所以 会有那种 时间伸缩的感觉 就是 哎我每天做一件事情 时间好快就过了 好开心哦 然后 完成了很多事情 对 会有这个感觉啦 所以那是一种 嗯 做少得多的呈现 可是你刚刚讲 我觉得也是 对他 我觉得你 你在那一期课程 很酷 就是 我觉得你好像也帮我 点出了 点出了蛮多 就是 更细致的东西 嗯 对 就是对 其实做多跟 做少 做好的都确实是个 行销标签 你知道 大家很喜欢嘛 对 然后我也用久了 但我自己是真的 真心喜欢这件事情 对 我自己真心喜欢 就是以前有记录过 哎我到底 每天做哪些事情 然后每件事情 花多少时间 我自己 以前真的有 做过这个记录 然后发现 花越少时间 就能够完成事情 其实最厉害 我以前发现 就我可能 写一个文案要三个小时 可是我跟别人 开会15分钟的 效益更大 哈哈 有时候会发现 是这个样子 所以一直在 一直在 在 看那些事情 重要的顺序 嗯 但是那是我自己喜欢 但是 也不是 要把它变成一种 哦 你来这边 就一定要做少 哈哈 嗯 嗯嗯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 做多如果很开心 也没有什么不好 嗯 对 我觉得真的是 做多做少 真的都OK 然后那个重点 就真的是刚刚讲 那个底下的源头 对 我的确是个做多的人 但其实如果我细细去品尝 也有很多时候 是我刚刚讲的 那个微焦虑状态 出于那个 啊 我得做些什么 才是 嗯 所以从表面上来看 我好像一直都是个 很有几率 不停的生产 有生产力的一个人 但细细去爬树 就会发现 其实那些生产力底下 有多少比例来源 是来自于 那个不安 嗯 有多少是 你知道什么老师 那个三分堂 三分桥 那个三分桥 那个三分桥 对对对 对对 然后有多少比例 是来自于 哦 好想玩玩看哦 哎 没弄过 试试看看 表面上看起来 可能都是一个人 那边不停的做事 对 但那个底下的 那个源头啊 我觉得是 真的想邀请大家 去细细品尝 所以那个重点 真的不再是 到底是要做多 还是做少 而是不管你在做什么 要做还是不做 是来自哪里 是来自你真心的想要 去玩玩看那个吗 还是来自于 哦 有个不安感 他太不舒服了 我得去解决 这个不安感 那我来做一些事吧 虽然表面上 看起来可能都一样 搞不好 其实结果 也没有太大的差异 我不知道啦 有时候可能有差 有时候可能没差 嗯 但过程体验 还有我们真的在讲 那个奇迹模式 是有天壤之别的 对 嗯 我们怎么来到这边啊 老师 我们就是 我们讲了 Doing啊 你讲Doing跟Being 就是 我想就是 你在这课里面 一个很大的收获 就是在 你之前在课堂里分享的 然后 还有你说 你得做一些什么 然后 这场课让你 觉得到最多的 就是那个 哦 听 你发现 哎 原来我 这么认真的做事情 其实是对于 其实是有三分的 一些是不安的在里面 但是那个非常难觉察到 但是 在这场课的进行过程中 哎 他可能 一些因缘 对 忌讳 所以让你 能够觉察到 这件事情 那 我突然想问 对 大家很喜欢问嘛 那然后呢 当你觉察到了 之后呢 他对你有什么样 的变化吗 实际上在你的事业 或生活之中 嗯 我觉得 嗯 就是一个 后来发生什么事情的 一个问题嘛 对不对 后来怎么了 对对对 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有什么有趣的进展 还是 我顺便 录Poke 也是顺便跟进 跟进学生 跟进客户 哎 上那样课之后 满意度多好 多少啊 几分 然后 开座商调查 我是可以讲 我只是 我就是自己讲出来 有点害羞 就是 我现在装 其实 我们敞开 我们是一个敞开的空间 而且我不想当个坏榜样 我不想当个坏榜样 其实 我觉得表面上看起来 我这个人 越来越懒 嗯 哈哈 哈哈 表面上 表面上 是谁给你的评语 我想知道 没有 现在听到有人 完蛋 上的会不会变懒惰 表面 关掉 不定 卡掉 这样子 对 我觉得表面上来看 我的确是 变懒了 对 然后我就知道说变懒了 对我来而言 它其实是一个成长的象征 所以每个人其实不一样 对 我做的事情 的建树 那个量啊 嗯 锐减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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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也好 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评论 好像对 好 不错 那来宾 好 都很好 对对 变懒了 对 哎 不要看有些人很难 很难变懒的 真的 我跟你讲 是 对对对 我就是那种很难变懒 变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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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就越来越像个树懒 那样子 呵 我觉得 但是这表面上来看 我觉得我真的变懒 嗯 对 嗯 但我觉得懒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那个懒不是懒散 对 对 对 它是一个一个一个 对 它不是懒散 我觉得我想要表达的那个懒的意思 是我做事情的量 嗯 跟建树 变少 对 好精准哦 呵呵 对 我很喜欢精准 量和建树 我脑袋里面 呵 对 我脑袋里面在那边转的东西 那些 哎呀 怎么办怎么办 规划规划 对 少了很多 哦 然后 更多是放过吧 对 就更多的放过自己的 没 我的客户 我本来是排的满到 我都觉得我快吐了 嗯哼 然后看到空间就觉得 哎 是不是又可以再 再多接一个进来 但我现在 你喜欢填空这样子 对啊 很喜欢填空啊 真的是有毛病 但我现在 我的行事力一打开 不认识的人可能会想说 哎 这个人是 那个 是要去练奥运游泳 还是怎样 还是 就是要 呃 要去什么钢琴比赛吗 对 我大部分的时间 其实都 嗯 很多都放在一些 我以前不允许 自己做的事情上 对 但我跟每个客户的 那个连接品质 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而且我留了大量的时间 来满足我自己的 那个学习 跟好奇的渴望 我非常喜欢思考 一些哲学性的问题 对 就是另外一个怪咖的呈现 一些哲学性的问题 一些 要是我 我看到我客户有这一个 现象这个倾向 会很好奇的 想要去研究 心理学啊 灵性啊 各种的角度去理解 他的主观世界 就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 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 我想留了越来越多时间 让我自己去吸收这一些 呃 知识满足这些好奇 嗯 然后我还是会见客户 但是的确 数量变少很多 每一个连接感变得 深了许多 我以前我打开我心思 一看到 我妈呀 我今天有两个 赛选 我今天有三个赛选 他是一个 我好累的感觉 但我现在反而会期待了 哦 这个感觉好陌生 我现在自己讲起来都觉得 有点感动 就 我会期待 我可能明天要见一个客户 或者客户他太久没出现 我会想要去关心他 嗯 或者有读者寄信给我 我会想要好好的坐下来 好好的品鉴他的文字 然后好好的回他 这些空间感 这些疑忆啊 我之前几乎都没有 真的几乎都没有 比如更多时间 让我自己去写作 思考 让灵感 出现 灵感出现的时候 也不会再 很制约性的问我说 OK我现在有这个灵感 那我现在第一步可以怎么做 我要怎么样让他呈现 嗯 以前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倾向 灵感一出现 开始 开始如何如何如何 对 灵感一出现 计划书就出来了 对 就计划书 那个word就打开了 对 十年打击 大概就这样子 那像灵感一出现 哎有这个灵感 我还不知道 下来播该怎么做 嗯 那些 我不知道 然后我觉得我也想说 是其实也不带 也不见得说生活中 突然之间变成粉红色的 还是怎样 玫瑰色 嗯 还是有许许多多不舒适 跟不舒服 跟困惑的时候 对 那我觉得因为有那些 不停的看见 看见 觉知 觉知 我现在在自己生活中 当不 我发现我自己 有个行为冲动 那底下是来自 一个不舒服的时候 像刚刚那个不安感 我会选择 先好好停下来 跟那个不安感 同在 就只是跟他同在 然后 嗯 老师你说什么 刚好 我说就只是跟 这样的不安感同在 哎你突然没有声音 我听不到 哎 现在有听到吗 没有 哎 哎 有了有 你再讲就好 这样子有吗 哎 有有有 有了 好 我说你刚刚说的 就是你会跟你的不舒适 跟那个困惑 就是 就是好好与他同在 对 对我刚刚的确是用了同在 这个字 好好与他同在 对 会同在多久啊 你们算 嗯 记录过是时间 马表按下 对对 因为 啊 马表按下 大概三天 什么 十四 十四分钟还是 哎 但我觉得这真的是 我今年以来 也另外一个很大的学习 就是觉察到 那个不舒服感 对 然后跟他同在 这件事情 那他同在多久 其实 回到刚刚你说 那爱因斯很像 那个例子 对 可能脚上的时间看起来只有三分钟五分钟 但感受却有一两个小时 之久 因为很不习惯 当不舒适的时候 就只是跟他同在 而不是逃走或是解决 我其实最近就在练习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 诶 学我 很有趣的 哈哈 我在练习的是 就是这个 这个 这有些 有些 有些 我们就把它解释成不舒服的感觉 嗯 然后我也我也懒得去 管什么心理分析 或者是什么疗愈 然后我也不想处理他 对对对对 然后 有时候我甚至忘记他到底是 从哪个思想研究来 反正是 现在那个情绪还在吗 嗯 然后我就在 就在练习 就是 你刚刚说那个 爱因斯坦 我们刚刚讲爱因斯坦那个东西 对 如果我喜欢他的话 那会不会很快就消失 我 我最近在练习这个 对对对 但还没成功 以后 以后再跟大家说 对对对 哎 假装这个 我就跟别人说 我在我在享受我的萎靡 这样 我就跟一些朋友这样 你最近怎么样 我说最近很萎靡啊 然后说那那怎么办 没有我就好好享受看看 感觉发生什么事情 大概这感觉 对 没错 真的好有共识性哦 跟那个不舒适的感觉同在 是我最近一个 还蛮重要的一个练习 然后 其实我记得 会不会有点变态 这样 就是越痛越爽 就是自己 M自己 这样 还没有人打你 自己M自己 然后越来越期待 越来越期待 这个不安跟舒适感 会过来 这到底什么课程 真的 但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 很反直觉的一个 一个回应 真的很反直觉 对 我记得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常常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同学的提问 我自己包括我自己 都曾经有这个疑问 嗯 就是OK好 我现在看见了 我在焦虑 我看见我在那边恐惧啊 担心 然后呢 怎么办 对 超多 超多 每一期 不是每一期 每一 每次都会回答这个问题 每次都要来 来聊 而且至少三次 不同的问法 至少出现三次 对 对 但我可能每次回答 不知道 下次来挑战 每次都可以回答不一样 看可以出现这种可能 对 就是好 对我看见了 然后怎么办咧 如何离开那个感受 如何离开那个状态 怎么办呢 但我觉得会 想逃离当下 没错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 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完全情有可言 不是说这个问题不好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但是他 同样是在同一个脉络里面 嗯 那个如何 代理当下 要逃离他 解决他 逃离他的那一个 而不是就只是单纯的跟他同在 单纯的跟 哦 我现在真的好担心的 那个单亲的感觉 嗯 同在 同在 那个同在 是像刚刚讲的那个感觉 有一个 好像因为看见他 而且是带着友善的 好奇的 目光的看见 所 产生出来的那个空间感 跟距离感 然后这个空间感 跟距离感 就是有可 就是让生命的智慧 这堂课也常讲的 那个生命的智慧 嗯 可以作用的地方 有时候只是跟这个不舒服 很感觉同在 有可能 会冒出 突然冒出来的念头是 啊 一直以来都这样子的 我真的是辛苦了 这个的冒出不是说 OK 我下来步要开始想 我自己辛苦了 他不是这样子的路径 我要开始列感恩清单 我现在最感谢我记得 三件事情是什么 对对 辛苦了 辛苦了 讲五次 对 对对对 这种感觉 他不是个如何过去的感觉 而是因为 看见了 而是带着友善 看见 那空间感 同在 没有急着感 的停留 嗯 在那一个空白的地方 的生命的智慧 你自己本来就有 那个生命的智慧 他有可能 就在这个时候 会 预期外的出现 嗯 我觉得奇迹模式里面常常讲 那个生命的智慧 由生命的智慧去带领 让生命的智慧 有空间可以帮助我们 先不讲事业那些 那么 聚观的东西 我觉得很 围观的 在于 我这个人怎么样 处理我日常生活中里面的 不舒适 就是在这个 围观的这个 层级就好 其实就可以长这个样子 我刚讲的是人话吗 还是会不会太悬 我已经在外太空了 你的背景就是个外太空 我背景就外太空 哎对 真的 没有因为我刚 我现在就是 我觉得很有趣啦 就是听 有时候听你讲话 就会 就会想要沉淀啦 对对对 我觉得你可能有一个 特殊的一个 一个那个 一个 万无一失 我们最近进展到那个 我在带一个新的 club的课程 我就带大家 因为我们之前讲 奇迹模式讲万无一失 就是我们太相信 万无一失的 的 会遇到陷阱 可能 有这样的迷思会怎么样 我们一直往外求 别人的有效的方法 然后或是听到太多的 好像 很直觉 直觉反应觉得 做什么事就应该 怎么做才对的 这样的一个思维 把它去掉之后 下一步 我跟大家说的是 哎 那 如果你身上有个万无一失的 我说的是真的 对你来说是万无一失的 然后对别人 就不行了 对那个 那个会是什么 那个是我们在前几个月 club里面 我给大家出的一个 题目跟作业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听你讲话 有时候我就会 你是不是有一个万无一失 我听完你讲话我就 就想要深呼吸 对几乎沉淀 然后脑袋就很空了 对搞不好现在听 如果在听我们这一集 觉得他可能脑袋也很空 对他们当然 刚刚讲了什么 当然我也不晓得 当然觉得这一集好舒服 我觉得这一集 对我人生蛮有帮助 对就突然就开始沉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突然沉淀这样子 对对 突然就开始沉淀了 对 我觉得 对所以我刚刚就是在 很沉淀的感觉 但我 就是如果要 真的要讲的话 我觉得很 很吊诡嘛 我也还在体验的事情就是 就是我们 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那个很反直觉的去 去跟你的不舒服 同在的那个感觉 有些人会讲很多词啦 就是说 啊你要接纳 你要爱自己 你要怎么样 或是有 有各种不同的词 但是我 但是确实你要 就是 他的存在 你不觉得你有 你是有问题的 嗯 进入这样的状态 跟奇迹模式里面讲那个 就是 就是我说 你跳下无敌洞啊 哈哈哈哈 对那感觉很像 对对对 奇迹模式就是你 放下你的掌控 就是 跟生命一起运作嘛 然后那感觉 跟以前我们做计划 然后你要 做规划 然后 你要把所有事掌控 在手里的 那个感觉是很不一样 所以大家都会有一种 就是 刚开始 来上这张客人 会有一种 会有一种这样的担忧 也蛮正常的 对 然后想摆脱这个担忧 也很正常 所以如果你 不去摆脱这个担忧 其实已经在跳舞 底洞了 因为 一样是 很反直觉的 对 嗯 会有这个感觉 可是 我觉得你刚刚点出一个 很有趣的点 就是当你 做的 反直觉事情的时候 好像 升起的那个空间 然后生命智慧 就会有很多 很多不一样展现 会从那个地方出来 那那个 那个其实就是我们在 我在讲的那个 创新商业模式 的意义 嗯 对 我用那个 我那个创新商业模式 那个心是 内心的心嘛 我是取一个谐音 对对对 那个就是我想 我想跟大家讲 那个用意 就是 你处在一个 很反直觉的一个 状态里面 跟你的不舒适相处 然后 跟你的焦虑相处 跟你不知道的 那个东西 你不用太快去想 如何 要 要怎么摆脱 当下那个不舒服的感觉 然后 他不 他不会 我觉得不会说 意味着 你就会永远都会 让自己很消沉 我觉得也不是那样子啦 嗯 对 可能 我会把 他有些人会误解 因为 对 这个 这个我就有点 持不打一眼 但是 我的意思是 当你愿意跟那个 不知道 好好的共处的时候 反而你走的路 会很不一样 嗯 会很创新 然后 你会真的慢下来 然后看见 可能在 经营的生意 或者经营的生活的 这个路上 嗯 其实有很多 也不是说无所事事 就就就有 有收获 不是那个意思 而是说 有很多潜藏的可能性 在里面 嗯 嗯 对对对 我完全同意 老师 但是我想起 你在课堂上 有讲过一个公式 有什么东西 减掉干扰 等于什么 你还记得吗 有这个东西 对不对 有 有啊 对 我忘记 我只记得减干扰 那个完整公式是什么 那就是 Performance 就是你的绩效表现 嗯 对 一般 一般 一般的教练 或是 或是我们现在 大家提倡的会是 你的能力 加上知识 所以大家都会 拼命的收集 学习 操更多的知识 知道的越多 你就可以越成功 大家以为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 我们 我们这边的 我的方式是相反 我的方式是 你的绩效表现 等于你的能力 减掉你的干扰 嗯 嗯 你脑袋中 越少这些干扰 你原本天生的 那个特质 就越能够 你的能力 就反而越能够发挥 对没错 你刚刚讲的那一段话 我马上就是 想到这一个公式 然后是 减掉干扰这边 就是我们刚刚 在讲的那一些 跟不舒服同在 跟不知道 不清晰 不明朗 好好的 共处 其实本质上 就是在减掉 干扰 这件事情 让你本来就存在 那些能力智慧 可以就 好好的 发挥 他本来就有的东西 或者是本来就在身边的那些线索 本来就其实是存在的 告诉你该怎么做 指引你的那些东西 在减掉那些干扰之后 会变得 更明朗 然后就是一种更清醒的那种感觉 那些干扰啊 就是像我刚刚讲我自己的那个 啊我得该做些什么 我得做些什么 啊计划计划计划 啊紧张紧张 我焦虑 一堆干扰 或是 我现在不知道 我应该会下一步要怎么办 我不知道下一步 这些有什么选择 怎么选比较好 对 这些其实就都是 那个底下的不舒适 所衍生出来的 想要解决他的干扰 我常常就是只要 也不是说只要 这没有那么 没有只要那么容易 但是就是刚刚在讲的那个看见 那同在 空间 出来 那干扰感 其实像我刚刚在讲的同时 可能就觉得啊 干扰的感觉就变少 嗯 那空间感 变大 那些本来就存在 存在的能力啊 智慧啊 灵感啊 它就有空间可以出来 我觉得那是 很有趣的地方 也是我在 这几年在扣取 我的创业的客户 后来发现 哦 我在做自己是这个 嗯 大家可能会来问我很多 技术流程经验方法的 然后方案什么 设定 或者是 很多 当然那些我也 我也略懂一二 毕竟在这行 十六年嘛 也学了一堆 相关的一些 创业的方法 但我其实真的在 我一对一客户的时候 很少用到 我发现 然后 我就是跟我的客户 处在一个这样的空间 然后 它的干扰消失了之后 我们真的不确定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然后但是 有时候 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些 基本教练的一些能力嘛 就像 像 他讲的 林寨师教练 对 无招胜有招这个境界 对 就是我们 跟客户处在一个这样的状态 然后 但我会不喜欢 一种说法 叫做 everything is ok 我自己不太喜欢这个说法 对 对 就是 因为 你说 因为这个 不喜欢这个说法 原因是 有些人会把解释成 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嗯 我也不是很喜欢 对的 我不太喜欢这样 对啊 怎么定义更好呢 对谁来说更好呢 对对 天堂在明天这样子 之类的 永远都在追明天 对 所以 所以不是那种相信 就是 我也没有要我的客户去相信 催眠自己说 啊明天会更好 会更厉害的事情 还是怎么样 都没有这些东西 因为 因为连那个都是干扰 然后可是 可是就 长期下来 可能半年 一年下来 我们确实会看到一些有趣的 事情在 不同的客户上发生 然后那是没有办法公式化的 那个没有办法说 哦 我跟你讲 我的A客户是这样成功 你照超就可以 不是 那个A客户的成功方式 是差的万无一失 我觉得 我就很喜欢这件事情 就是喜欢 帮大家找到 自己的那种 万无一失 然后最厉害的事情是 当我们找到这个东西 的之前呢 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会找到什么 嗯 然后 所以我很喜欢在这个 突然讲到我的喜好 我很喜欢在 跟人家coach的时候 去 聊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可能是像冲浪一样嘛 冲浪没有一道浪是一样的 我coach不同的客户 在不同的情况下 也没有一个 一个情况 会是一样的 然后我也不需要 准备什么答案 要给客户操 对 啊重点是我的客户来找我 他们也不喜欢操答案 有一些人刚开始 想来操答案啊 可是后来 后来 后来会发现 他们笔记 笔记好像都 不知道该操什么 是我会出一些作业 给他们一些笔记 这样子 对 我突然想到 这是一点串的 对对对 我们刚刚 讲了像是 我们好像 蛮呼应的 就是 我们一开始 你讲最有feel的是 我觉得 最干的那场课嘛 对 怎么样 然后你说那句话是 每一个如何都把我带离当下 然后 然后我们又聊到 do in跟be in的差别 然后聊到更多的 这些觉察 然后其实觉察就是 看见更多 干扰的一个 一个过程 对 这些东西其实操成笔记 确实不一定管用啦 但它还是可以操啦 对对对 有时候 如果你 如果你听 听到我们两个的分享 到现在你觉得有一些 好像有一些什么 对 但是你说不出来 你确实可以操下来 对对对 把它当作一个锚点 一个 当作一个锚 就是你可能 那个笔记还是会有用 因为你可能有 几天后 或是 回来看到这句话 你突然有更深的体会 我觉得笔记的功用是这个 而不是说你一定要 好好的记住 什么万无一事的方法 我觉得 不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觉得我也很开心 看到那个 我们的男孩教练变蓝了 这样子 对 老师我在想 放过自己的部分 我觉得蛮好的 然后我在想 我们最后要不要先前后 要不要前后呼应一下 因为我们刚前面有讲说 多力的 多力 多力 对 对 我刚刚有想到 不要我们两个结果 自己变多力 有什么都忘 对对对 一开始是 诶要讲多力吗 然后 结果原来我们最后的梗 是多力啊 自己体现 活出多力的那个 精神 对对对 我刚刚其实有想到 在 中间一大力沉淀的时候 我脑海中就 那只鱼就游过来 我也有想到 所以我们用多力 来做总结嘛 对 先这一集 对 那 那个电影叫做 我不知道中文翻什么 但是英文叫 Finding Dory 就是 多力去哪 什么的 Finding Nemo的第二集 对 然后 基本上就是多力 要找他爸妈 如果要看 没有看过的人 故事背景就是多力 就是想要找他爸妈 对 可是他 一开始 忘了他 要找什么 他只觉得 诶我好像要找什么 然后 然后后来 才想到 哦他要找他爸妈 对 对 中途的那些历险记啊 呃里面有几个角色 还蛮有趣 如果大家记得 一个是Nemo他爸 就是一个紧张博 有没有 什么都 哦危险 可怕 那个 啊对对对 Nemo他爸 对 Nemo他爸 然后还有另外一只章鱼 章鱼他就是 一个万无一失的角色 就是哦 计划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他有很多手可以做记号 对对对 然后说你不行 这样子怎么样 对 就是另外一个对比角色 教育 然后多力他到最后 呃 爆雷哦 那时候找他爸妈的 但是中途他找那个过程 就是 诶 这边有贝壳 诶那边有只鲸鱼 就是这种诶 这边有只什么 诶那边有个 诶那边有个婴儿车 就是自动方式 他就看得出来 诶 这边有 诶当下有什么东西 然后突然闪过一个记忆 啊 小时候 跟贝壳有关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脉络 看到眼前有什么 闪过一个记忆 然后 哦诶对 往那边走 这样子 然后就 顺利的 找到他爸妈了 然后当然过程中 那个章鱼就是被吓个半死 刚刚那时候那个万无一失的 那个章鱼 然后到时候那个章鱼也觉得 哇 那个就是 the Dory's way 那就是Dory的 他的智慧 奇迹模式 对 他的 他的 他的模式 他的 他的生存之道 对 他的美好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哦 当中看了那一点 就是觉得 诶 Dory他就是活出了 那一个 奇迹模式 的那个感觉 第一 他 几乎没有干扰 对 因为他没有记忆 对 别人讲了 别人打一巴掌 然后就不记得了 对没错 讲了 让他伤心的话 他也忘了 不是说大家要叫他 就是忘记忘记 但是就是讲Dory 他就是一个 刚在那个公式里面 那个干扰 趋近于 灵的一条 趋近于灵 的一条 对 然后就 就是他就 有那个空间 可以看到 当下有这些 这些 然后再搭配上 自己的灵感 然后再上他自己本身的 那个 本质的善 他就 嗯 顺利的 找到了他爸妈 所以那天看完 之后 该想就是 诶 多厉害 就是奇迹模式 对 好像我们另外一个 学生说 就是 就采了西瓜皮 划到哪 酸痛哪 的成功法 为什么是西瓜皮 不是像这样 他用说是 不是对岸的讲法 哦 对对对 我也我也我觉得也也也蛮特别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你就会想到 他是他是走奇迹模式这样 对 然后我大概就是那条章鱼吧 哈哈哈 更以前的时候 对 现在现在应该不是 现在可能是 现在谁 对啊我也不知道 旁边的海藏 哈哈哈 旁边海藏 旁边观察多莉跟章鱼 我要去哪一个 哈哈哈 之类的 所以我们结论就是 大家想要当章鱼 还是当多莉 其实 没有什么不好 也不是这样的结论啊 对对 也没有什么不好 只是说 我觉得呃 我联想到 就像三分钟热度好了 对 因为像多莉 很是有点金鱼脑嘛 金鱼脑是成功法 你只忘记事情 但是 我觉得中间有个提醒 就是 我们虽然 其境模式 讲说不要有目标 但是 我觉得你会有个倾向 或是会有一个 每个人会有 他自己的一个准则嘛 就是他的 他人生最主要价值观 会是 我们还是有一些 可以追求 因为 当你想到 你想追求一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那个感觉不错 对 那我们可以保留 那个不错的感觉 所以 那也是跟记忆 有一点关系 但是即使像多莉 这样子 就是 金鱼脑的部分 他有的那个 他有的 他内在那个准则 然后去走 然后他一开始 定了一个东西 然后他就忘了 他要 他要找的是什么 可是到最后还是会 还是会 绕了一圈 还是会回到 因为他有一个 内在可能有个北极星吧 我们不一定要找到自己人生的 很清楚人生使命什么 可是其实 有些东西可能 可能早就有答案了 我觉得 现在很多人也会为自己的那种 三分钟热度所困扰 有没有 对 我觉得奇迹模式也在解放那些 三分钟热度的人 对对对 跟多莉一样嘛 就是你对这些三分钟热度 但是你下一个又有三分钟热度 在下一个三分钟热度 到最后也可以挤个三百分钟吧 嗯 而且他到最后其实是指向一个 大略 同一个方向的 对对对 这就像 我们讲的就是 其实事业成长啊 他会有一个 我们上次讲的比喻是面包屑 对 就是跟着那个面包屑走 然后事业就会成长 所以 最后还是打广告一下 大家如果呢 想要在三周的时间 来找到你事业成长的面包屑 欢迎增加我们9月9号的奇迹模式的课程 每天中午12点12分 大家可以大概便当跟饮料呢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短短的内容 然后跟大家互相 交流一下 耶 太好了 我们好像 做了一个 很不错的一集 对啊 对吧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拿他俠今天 谢谢 来愿意来分享 然后希望这集对大家有帮助 那希望有机会下次 可以再来 跟拿他俠来约来聊 你的林在世的教练 好吗 好的 好 大家拜拜 拜拜